將這個圖檔改為用程式動態顯示 那第一個當然就需要把原來的清單拿掉 也就是你將來不需要再有清單 但如果 我還是比較建議 將來如果你要做一個 像相簿一樣的一個App的話 這當然可以做很多東西 只要是有圖的東西 你要讓他 快速的顯示出來的話 那也就是把這個 畫面 當然我們剛剛主要改 第一個 把中間這一塊 刪除掉 再另外丟一個圖進來 把他的名稱改為PIC 他的ID就變PIC 以後的話 用動態的方式 丟圖給他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個圖本來他是一個Home 因為我 放Home然後又要放上一頁 可能會放不下 所以乾脆把這個拿掉 換成這樣子 箭頭往上 所以 Icon改一下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拖拉過來 把它改成 這個再縮放一下 改成PIC 所以你記得要三對東西 三的東西 記得就是 3UL到UL 這個範圍裡面的東西 放一張圖進來 接下來的話呢 修改這個 back back 最重要是這個 id 你一定要就叫 我是取這個名稱 叫show proof 然後呢 這個 連結的話 就連結到一個空的 加個緊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真的去連結 反正你就加一個緊 原來好像是連結到Home 那你改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 完成了 其他地方大概就不下 需要改什麼 然後再來就 NAS NAS的部分 id也改一下 其他的話就空連結一下 剩下來的你就只需要 把底下這一段程式 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記得喔 貼到那個 一般是找到什麼 找到我們 的最上面 會有一個叫head 反這個斜線head這個 他一定有個head的開頭啦 你就找這個大概在第10行的位置 然後請你把剛剛的程式 直接在這邊enter一下 把程式貼上就可以了 貼上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以不需要重新撰寫 那但至少你要知道說到底貼了什麼東西 他為什麼可以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那我們貼完之後啦 我先試一下 其實貼完之後應該 如果你的 剛剛做的動作都沒有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work了 我們試 試一下 OK 把它重新再 再跑一下 然後我把它即時 一樣相片欣賞 理論上第1章 會出現 我剛剛又把它改回來了 我貼 這把這個地方 Ctrl Ctrl Y一下 OK 所以 剛剛為了照相 我把那個剛剛中間這一段 把它刪掉了 不過沒關係 關鍵的地方 我再做一次 第一個的話就是相片欣賞 把中間這一塊拿掉 Delete掉 或者back一下 讓它清空 再來呢 把這張圖丟過來 確定一下 接下來就把它縮放 因為這個圖太大張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再拉過來一點點 那一張圖的話 你就可以再把它縮放一下 縮小 然後再拉回來 並且把它的名稱取 ID叫 PIC Enter一下 它就PIC了 再來上面的這個 我們先改這個 Home的部分 Home的部分的話呢 把它改成back B-A-C-K back之後的話 然後呢 它的icon 是向上 把向下的這個拿來改 比較快 貼到這個Data icon 把它改成up U OK 一個是down 一個是up 所以這樣子改完 那 連結部分 原來是連結到home 把它改成空的 你可以從這邊改 當然你也可以從哪邊改 從它的那個 下方這邊也可以 連結 其實改這邊跟改 這邊 結果是一樣的 Enter一下 這邊也是 再來的話呢 最後就是加什麼 加它的ID 這個叫做 show show showness Enter OK 那它會有一個 毛點 一個這個符號出來 那back的話呢 就是show show show 那名稱的話 我是盡量 取跟我這邊一樣 因為如果你取不一樣的話 將來 程式 會沒有辦法work 那因為我有一個 這個是show showness 所以呢 將來 為什麼它點擊的話會動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貼的程式 我是貼在這個 這個地方 head的上方 那我到底裡面寫什麼 我們簡單先來看一下 我上面都有註解啦 註解就是前面 你給它兩個斜線 這個叫註冊事件 我這個自己取個名稱 什麼叫註冊一個事件 意思就是說呢 所謂的事件 裡面就是說我點擊 點擊什麼呢 點擊 向下跟向上 那點擊這個動作就是 在 電腦裡面就叫event event就是事件 就是向下點擊跟 所以我就註冊什麼 一個 這個前的符號指的是 jQuery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 韓式庫 我們不是有一個資料夾 就是它 欸 它 裡面會有一個function function就是韓式庫 這個韓式庫做什麼呢 欸 告訴他說 在我這個頁面裡面 會有一個叫show piff 前面這個 警字號通常指的是它的id 它的id叫 向前 這個向 所以那個名稱要一致喔 如果名稱不一致的話 那就會產生錯誤 點by的 by的是連接 Click就是當我點擊它之後 那我做什麼呢 當我 點擊這個上面的東西的時候呢 那你就幫我當它點的時候 幫我轉移到 這個動作 這個就是底下有一個function 有沒有 其實它就會執行什麼 如果當它點擊的時候 它就會去移到什麼 下面有一個function 叫showpiff 所以點擊它的時候呢 他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那個圖 換一張 那怎麼換呢 因為我總共會有四張圖 所以我鍵底下有一個叫array array 就正列 正列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中 想像出 它有點像 sale裡面那個表格 反正它有總共有四個格子 就類似像這樣 一個東西 它放了四張圖 應該是圖檔 有四個圖檔 放在這邊 那它的編號從0開始 0 1 2 3 那我給它 以後我要抓 第一個就是0 1 2 3 如果到3了 那我就怎麼樣 又回頭到1 2 3 如果倒過來的話 到0了之後呢 那又倒過來到3 那所以這個關鍵就是說 我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叫index的一個變數 這個也是個變數 變數呢 減減等於是index 減減意思說index 就是把這個變數減了1之後 那我們判斷一下 如果 它這個index 小於0的時候 減減 小於0 因為我要 往前 上一個 上一個上一個上一個 那就 第四個 第2第4第3第2第1 那如果說我減了0減掉 1那就變負1 這邊判斷是如果它變負1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把index 轉換為3 意思是說又從這邊開始 它會不斷的循環 上一上 那我就利用什麼呢 利用串接的方式 再去找到什麼 PIC 剛剛有用到PIC名稱 它裡面有一個 atribute 就是它的那個 atribute 就是它的裡面有個屬性 叫做sauce 其實圖檔 在網頁裡面 就是用src 去變更 所以我就把那一張圖 的名稱 去變更為 另外一張圖 一樣啦 如果上一張下一張 其實到底差不多 所以這個結構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細節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看一下 其實可以從那個地方去做修改 那我們大概了解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即時 那利用我跑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相片欣賞 點下去 他這個時候的話會 換第1張 那當我怎麼樣呢 當我點了 這一張 下一個 往下 它會觸發什麼 因為它有byte 一個 這個 所以呢它會去 連結底下的 這一段程式 當我點了下一個 那它會怎麼樣 index 加加 意思就是說 它會把index 預設為0 0的話就是指的是現在這一張 這一張喔 這一張是 這個正例裡面的 這一張圖檔 那我如果加加意思說 我要抓換下一張 抓到02的 然後怎麼樣 把它裡面這個PIC的屬性 改成這個圖檔名稱 因為圖檔名稱放index 裡面了 所以把那張圖 給帶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如果按下一張 它會動呢 看一下 有動了 那如果 有動作 那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 程式沒寫錯 可是 大部分同學啦 因為你們可能比較 少一點 程式撰寫的經驗 所以如果你點下去沒有動 你可能要檢查什麼 檢查那個名稱 兩邊是不是有match 如果 有match 的話 那應該會動 如果沒有match 那應該就是程式有問題 所以這個我想請各位 試一下下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剛剛 零嘛 1 2 3 那再下一張的話呢 因為他已經是最後一張了 所以我往下 這邊程式部分是 如果再加加 假如說index 再加 3再加1 變4了 所以如果大於3的話 那就歸零 再換下一張 所以下一張 又歸零了 所以這個有循環播放的效果 那這個是減減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因為 大部分同學對那個 程式可能 接觸比較少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把這個記得 貼到那個 斜線head的上面 OK 其實你只要把程式貼過去啦 那當然裡面寫什麼 我剛才有講過啦 如果有興趣同學 大概就是遵循這個方法 以後反正呢 你要在畫面上 讓他可以動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給他ID 那以後如果要存取那個ID的話 一定是請開頭 所以這個概念大概有 後面會有個byde byde指的是連接 當他什麼呢 這個clicker是一個事件 所以你可以查到啦 未來還有其他的事件名稱 不一定是clicker 然後呢 你可以連結到 底下的某一個 那個function 就是實際上就是那個函數 函數指的是做什麼 所以有點像 當我動了他之後 他去幫我做這件事情 裡面包含的資料 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所以這個大概稍微注意一下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有關資料部分 也會有index 跟這個陣列 那所謂的陣列就是說 一個變數裡面呢 可以放多個資料 因為這邊可以放 四個資料 那這個陣列的 編號一定是從零開始喔 OK這個可能是固定的規則 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話我想 大部分應該都可以看 大概都看得懂啦 只是說你們對這個東西 熟不熟悉而已 把這個語法如果熟悉的話 那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變化 那之前的話呢 我們做完之後 那就會有同學說 那可不可以 做出一個效果 蠻多的手機都有這個效果 就是那個 相簿呢 可以手滑一下 就向左 滑一下就向右 那滑一下 可是要怎麼滑一下呢 後來呢 他問這個問題 其實非常好 那為了 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其實當然也要去 翻了很多書 其實坊間這方面書籍其實並不多啦 不過有的時候我有空 就會到 像成品 把這相關的書籍都拿來翻一下 後來找到答案了 這個答案也是 自己去把它找出來的 網路上也有教學啦 不過有些可能不合用 因為 PhoneGAP的版本更新太快了 有時候你根本還找 到底那個是舊版的 還是新版你搞不清楚 你拿舊版的東西來 來用 還真的不能用 還蠻多東西不能用 所以很多東西 真的 你問我怎麼會知道 大部分都是自己試出來的 所以試出來的結果放在這裡 當然如果你有些 想要做的效果 如果沒有在這邊出現 恐怕你也 試試看嘛 也許有些東西也是試出來的 其實有些東西我也不確定能不能做出來 但是試了就知道了 那後來我怎麼知道能不能向左撥向右撥 我發現 我把原來這些程式放在 我們現在的版本 因為我們現在的版本是1.0的版本 放在這裡面之後發現不能 不能walk 我就想說 到底為什麼不能walk呢 後來想 原來我們版本太舊了 所以呢 你可能會需要什麼 先把你的版本 更新到1.45 第一個 所以待會如果 你想要有那個向左撥向右撥的效果 第一個 先更新到1.45 那怎麼更新 其實非常簡單 底下有三行 把它貼到舊的 貼到舊的那個 JQ Mobile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把這些程式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Squibb的下方 這個下面就可以 把它貼上去 它就可以walk了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其實並不困難 但是你可能要 知道 所以剛剛的東西就是剪貼而已 其實我說啦 程式設計都是從剪貼開始 但是貼要貼對地方 不是隨便亂貼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1 我先demo 不過呢 我現在已經把它更新成1.45了 貼到這邊來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你是1.45的話 因為我們Dreamweaver 他只支援1.0 不支援1.45 所以你 即時 你會發現呢 他會出現 他沒有辦法幫你變成那個頁面的狀態 所以呢 我們只能夠做一件事 就是不要用即時 用什麼呢 在瀏覽器中預覽 你可以用Chrome 你也可以用IE 我用IE好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允許封鎖內容 那你會發現喔 在IE的話 其實他walk起來 OK 而且你會發現喔 1.45的那個介面 感覺好像變得比較 滑順一點 說不出來那個感覺 好像那個按鈕有比較 稍微改一下 而且他裡面ICON 其實他又增加好像到50幾個ICON 至於這50幾個ICON的名稱 就不是Dreamweaver裡面可以有下拉清單 可能你要到他的官網上面去查 你只要給名稱對的 他那個ICON就會下載下來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做完的相片欣賞 剛剛是這樣 你會發現圖也長得不一樣 有沒有像他剛剛是本來一個箭頭 向上 向下 可是他現在變成真的像這樣的一個箭頭 那現在當然是OK啦 可是呢我現在已經把程式貼上了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講的 註冊事件的上面 就這個東西 Sweep left 跟Sweep right 這兩個 那我做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按這個向下 我是直接滑過去 滑的話可能用 那個滑鼠滑一下 滑鼠滑過去 有沒有發現 滑過去 滑過去 這個時候的話呢 真的可以動了 如果你把它 再來剩下就是你裝那個 把它變成一個App 其實如果把它變一個App 感覺會更有成就感 因為我就很喜歡 一直把它滑滑滑滑 他真的可以動 所以呢 以今天教的內容 就是真的可以拿來做相簿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這個題目改一個叫什麼 我的相 什麼什麼相簿之類的 甚至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 你的APK裝起來 以後的話 這就我的所有的相簿之類的 當然不一定放相簿啦 你可以放DM 現在不是 各個什麼商場啦 賣場啦 一堆 只要他賣東西 反正都有照片 那你可以把它打包成一個App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什麼 帶著走的DM 現在的 你像我真討厭用紙本的DM 因為很麻煩 還要回收 所以如果你給我App的DM 我會覺得 我幫你裝上看 我看一下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滑過去 滑過去 有沒有 他基本上是OK的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向左向右 基本上都沒問題 接下來的話 我要怎麼做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只要有兩個地方 所以你只要等一下 注意兩個地方 的設定就可以 1 請你先把它更新好了 其實更新跟 貼程式都沒關係 只要兩個都要做 1 請你把它更新到 JQuery Mobile 1.45 本來我們是1.0 那其實就是 123 三行 這三行 請你把它Ctrl C 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呢 貼到哪邊呢 貼到我們的上面這邊 本來的程式 我先把它恢復好了 本來程式是長這樣 從哪邊呢 從那個Title的下面這邊 我剛剛已經先把它先註解了 我把它移除註解好了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 有6 7 8 9 總共有這四行 請你把這四行怎麼樣 刪除掉 但是有時候你想說 那刪除 我到時候如果錯了 我要回 回復 回復去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把 6789這邊 選起來 我習慣是按右鍵 它這邊有個選舉範圍 有沒有 把它 套用什麼呢 註解 那所謂註解意思就是說呢 我 不要 移除 我暫時放在這邊 如果我有需要的話 我再去把它移除註解 就可以了 好意思就是說 又不知道放哪裡啊 可是我刪掉之後 我也不知道 這些東西以後放別的地方 我找不到 那我乾脆放這個上面好了 所以 你可以 在這邊 選取 按右鍵 針對這個範圍 做 套用 什麼 套用 註解就可以 所以 把它按右鍵 做一個什麼呢 套用 HTML 記得 因為它是 HTML 註解一下 其實它是加什麼 加這個 這樣子 開頭 有一個什麼呢 小魚 然後驚嘆 減減 再一個減減 大魚 也可以啦 如果你說你自己要把這些打上去OK 我有時候 懶得去背它的話 二的話呢 記得喔 在這個底下 貼上我們剛剛 1.45那三行 貼上 好 恭喜你 你的 這個App 已經升級到 1.45 那 看怎麼得知 你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邊應該是 那個 畫面效果就不見了 那你不用擔心喔 即使我講過 它不支援 1.45 但是 瀏覽器 是有支援的 所以你允許一下 這邊就OK的 第1個 第2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是 請你把第2段程式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註冊事件 跟Scrip的那個地方 本來是沒有的 你Enter一下喔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就是我們在哪邊呢 這個上面的程式這邊 有兩段程式 一段是 JQuery 1.45的JQuery 它裡面的Document Document指的是它裡面的文件 大家顧名是 點底下有一個on的方法 當它怎麼樣 當它被 這個什麼呢 某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 這個Sweep Labs 向左滑動的時候 那我就怎麼樣呢 去執行哪個方法 Show Preview 所以向左 等於我只是怎麼樣 去讓它指向哪裡呢 指向這個底下的這個 Show Preview 所以其實 它這邊跟這邊是相通的 等於是我只是利用 上面這個地方 轉移到下面而已 那如果Ride的話呢 就是Nex 所以指向下面這個 所以基本上上面這一段 跟下面是相通的 你不能說你只貼這兩 兩段 然後底下其他 都沒有 也不會Walk 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那我們 做完之後的話 你把它存檔 那就可以直接來 試試看了 最後當然 你 我是建議你可以 試著 把它修改一下 改成 其他的相簿練習吧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 再把它打包放在哪裡了 放在 我們的 那個手機上面 試試看 那這個今天主要是 再向前推進 把今天 之前原來206的App 本來 那個 圖的部分呢 是 靜態的 你必須要增加四個頁面 現在不用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又把版本向前又更新成1.45 那後面還有就是說 我如果要讓那個圖示icon變得漂亮一點 那我要再把它圖示變 漂亮 這個地方呢 當然 也一定要是1.45 如果你是1.0的版本 很抱歉 也不能更新 你的icon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那個icon也變漂亮一點點 客製化一點點 那一樣 你可能還是需要 先用1.45的版本 那我是建議啦 你那個 剛剛index這個 這個 你可以另存新檔 也許你可以 改一個名稱吧 我剛剛是把它改index好幾個版本 不同 的 練習用不同版本 上傳的時候你就把那個 改成index.htm 傳上去試試看 你會看到那個效果 就 完全的不一樣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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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